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成功连任 团派 江派人马 全军覆没 无疑习近平的权力已经达到了顶峰 但是大权在握 善于权谋 已经可以做终身皇帝的习近平 现在会对他的权力感到安全吗 清除团派 江派 太子党之后 习派常委人员会是一团和气吗 从历史上来看 专制领导人和独裁者在登上权力的顶峰之后 极少有人能够安稳地享受权斗胜利的果实 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会变得越来越蜂魔 拿毛泽东来说 从1949年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他去世 他对权力的欲望以及对周边人的恐惧 逐步将他引入蜂魔的境地 从新中国成立一时 这位疯狂的老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斗争 晚年的毛泽东或许是已经意识到 哪怕是他的权欲再大 也抵挡不住岁月的无情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 他使中国陷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 文化大革命的兴风血雨当中 当时的苏联领袖斯大林也是一样 站到权力顶峰之后 似乎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了 这个苏联前领导人的威胁 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 与其说是一种奖赏 更不如说是一种诅咒 而当今的习近平难道不恰恰和毛泽东斯大林一样 他们都同样善于权力斗争 同样的为达目的 事不罢休 不惜任何代价 更是陷入权力之中 无法自拔 从2012年上任初期开始的一系列打老虎 打苍蝇 到2018年改变中国宪法 最高领袖可以无限期做下去 习近平就已经为自己 为他的江山设定了一个没有回头路的征程 政治上像毛泽东登基之后一样 习近平通过各种政治斗争 放逐对手拉拢亲信 像毛泽东一样 习近平也是终身领袖 虽说目前看起来似乎是铁桶江山 但是在过去长达十年的反腐运动当中 习近平树敌太多 而这些政敌当中 哪一个又不是曾经呼风唤雨的狠角色呢 经济上由于疫情和清零政策 中国经济正在急剧放缓 房地产产业进入崩溃边缘 年轻人失业率屡创新高 在外交政策方面 习近平早就展示出要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野心 但大奏凯歌还为时过早 因为中国在经济军事或科技实力上 还远不能与美国匹敌 习近平指责西方试图遏制中国 并试图将国内所有的问题都归因于美帝等资本主义的罪恶 但是他的战狼外交却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中国威胁论 让更多的民主国家认识到强大起来的中国 似乎没有那么可爱 反而有些可怕 现在习近平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主席 而更像是皇帝 有人说他是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中国领导人 的确习近平更强大了 但是那也是因为中国更强大了 习近平的中国梦是让中国回到全球权力的顶点 对习近平来说 过去200年的西方霸权是一种反常现象 现在是中国夺回其应有地位的时候了 用习近平自己的话说 谁敢侵犯中国的利益势必会投破血流 对习近平来说 软弱就是死亡 他必须控制一切 虽然习近平大权在握 但政治厮杀仍然会继续上演 习近平会进一步清洗团派和江派 此外 由于本次政治局七常委全部都是习家军 而他们又都有相同的特点 那就是善于权斗不善治国 当这样的一群人组合在一起 又会怎样呢 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之后 七位政治局委员走上了前台 其中有四位是新入常者 在中共政治的框架下 他们被称为正国级领导人 政治局共有24人 除了这七常委 还有没出现在台前的另外17位政治局委员 他们则是副国级领导人 按照中共的管理 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般都来自于上一届的政治局常委 而政治局常委一般又来自于上一届的政治局委员 这就是通常中共名正言顺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方式 虽然过去也有例外 比如说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 江泽民从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的位子上 被紧急调入中央担任书记 越过了常委这一道门槛 但即使在当时的极端情况之下 选拔范围依然没有逃出过政治局的范围 因此二十大之后 关注政治局常委的组成 也许就可以推测习近平五年之后的接班人选 而分析政治局委员的组成 或许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十年之后习近平的接班人选 本届政治局七位常委出场之后 从年龄上来看没有年纪较轻的潜在接班人 那么我们也可以由此推断 习近平根本就没有打算在五年之后退位 如果分析一下其余十七位政治局委员 其中有四位是在六十岁以下 三人五十八岁 一人五十七岁 这意味着十年之后 所有现任政治局委员 从年龄上来讲都不具备接班的可能 习近平已经打破了中共精英政治的许多惯例 所以以前形成的有关接班人的信号 可能都不再准确 或许习近平在计划 未来十五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内进行统治 那么他很有可能会选一个资历比较浅的人 比如说像毛泽东晚年的时候 就选择了华国锋 但是目前而言 习近平绝对不想让外界 查找到任何有关于接班人的蛛丝马迹 因为过早指定一位继承人 很有可能会威胁到他个人的统治权威 中共的政治运作可以说是非常的隐秘 那么外界常用派系来概括参与权力斗争的不同势力 比如说上海帮是指江泽民曾提拔的在上海的这帮官员 再比如团派是指共情团出身的高官 如胡锦涛 李克强 胡春华等等 但是到了习近平主张的时期 直到二十大 上海帮和团派已经逐步退场 而他所在的福建 浙江 上海任期的这些幕僚们 却在一次次的政治轮替当中得到晋升 这些人也被冠之以新的派系名称 福建帮 浙江新军 新上海帮 或者是习家军 当前中国政治中唯一最重要的派系只有习派 但随着习近平在位时间的延长以及年龄的增长 不可避免的习近平现在的盟友将会开始争夺接班人的地位 未来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习派 子集团之间相互竞争 今天可以说习近平已经使中国共产党恢复到了毛泽东时代的活力 并加强了对国家的铁腕控制 不过习近平与普京及其在乌克兰的战争紧紧的空板在了一起 中国的人口在老龄化 经济在放缓 随着各国建立集团来对抗中国政府的力量 习近平将面对中国变得更加孤立无援的风险 还有新冠病毒 有人担心这种流行病毒 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事件 加速中共统治的解体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说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而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却不得不弯着腰生活